茄子营养丰富 每年我都会种几种茄子 虽然它们形态颜色各异 味道却也大体相同 然而多年种植以后 还是可以体会到 它们之间多少还是有些差异 无论在种植过程 口感和烹调方法上 首先是大家最常见的长茄 它的长度大约在30公分左右 有鸭蛋粗细 它们的特点是皮薄 水分较大 紫少 纤维细腻 烹饪时长茄更容易软烂 且不用去皮 所以长茄更适合蒸熟后 做凉拌茄泥 煎烤或者是茄子薄等菜肴 少油 健康 味美 同时 长茄的连续做果能力 也比较高 只要肥水充足 气候正常 连续开花做果的周期 就会很长 不过 有些原生的品种 由于顶端带刺 采摘时 我们要格外小心 在长茄的品种里 我还会培育一种线茄 它的形体会更加瘦长 肉质更加细嫩 易于烹饪 馅茄的生长速度快 耐高温 产量高 深受大家的喜爱 它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品种 在种植现茄的过程中 注意不要施肥过多 及时地修剪 土壤也要保证有足够的水分 不然也容易产生过于弯曲的现象 小院中第二类茄子 就是圆茄 圆茄在北方地区 种植的比较多 相比长茄 水分较少 纤维较粗 质地较硬 圆茄属于大陆的本土茄子 营养和长茄 各有千秋 老中医曾说过 圆茄的药力价值会更高一些 由于圆茄的肉质比较紧实 所以它更适合高温煎炸 或者是炖煮 比如做炸切盒 茄丁卤和肉炖茄子等 此外在种植中 为了能够保证圆茄的单品质量 不能流果太多 所以单猪圆茄的总体挂果 数量不及长茄 家里种的第三类茄子 就是所谓的灯泡茄 它的形状介于长茄和圆茄之间 普遍呈椭圆形 水分和肉质感 更接近于圆茄 在西人的超市中 这种灯泡茄子更为常见 最佳的制作方法是混合各种配料 在烤箱中进行烤制 味道开胃鲜香 我种的第四类茄子就是迷你茄 或者叫做小茄子 矮生茄子 它们形态各异 通常单个重量要在100克以下 小茄子 猪形比较紧凑 而且不易老化 病充害脚少 内部紫少 口感嫩爽 而且非常适合在容器中种植 所以我推荐 你可以在阳台的花盆中 种植矮生茄子 而且它的产量也是蛮高的 然而 无论你种植的是何种茄子 如果想要茄子好吃 采摘的时间也很关键 太嫩或者是太老 都会影响口感 我有几点经验 今天和大家分享 第一 在购买种子的时候 商家都会标明成熟果实的平均大小 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来采摘 如果没有说明 也可以自行上网查询 第二 成熟的紫茄 颜色成紫黑色 外皮光鲜明亮 轻轻捏一捏过时 柔软又有弹性 如果太硬 则表明未成熟 或者已经僵老 第三个采摘茄子的小窍门 就是要看茄子的眼睛 作为眼睛 就是指茄子花饿 和果实连接处的一道白线 白线越粗越明显 说明茄子的质地越嫩 如果看不到这条白线 或者变得很模糊 说明茄子已经熟透 要赶快采收了 这个方法 同样适合在超市里 购买茄子时 来判断茄子的成熟度 如果你愿意吃嫩茄子 就挑有明显白线的 今天 有关种植茄子的一些经验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